因为前人对这部观经的理解不够透切 所以善道大师 我们之前说过 他就是飙心结缘 他发了一个缘 他就专门要说观经四叠朔 他说观经四叠朔的时候 他有很多奇迹的 所谓神迹的东西出现 我们之前也说过 我们回复一些他之前做过的创举 因为这个在佛教界当时 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事情 你是颠覆之前的人的言论 之前的高中大德说的有偏差不对 你重新说过 而且他那时才只有三十多岁 三十多岁 一个出家人 人家觉得你很年轻 很厉害的 你说说哪个祖师是错的 用现在的说话来说 谁敢说 得罪多少人 多少人不信 反过来就说你 你是不是很狂妄 但是他就是敢说 所以当时他虽然三十多岁 可想而知 他在整个佛教界的声望很高 他真的 因为他就未到化身 他已经很有成就 他很有胆 所以危高人的胆大 他才做出这个举动 他才写这个观经四叠数 所以我们从这方面看到很多很多的道理 当然他很有智慧 他写这个观经四叠数时 他是请求佛菩萨 替他做证明的 以伏众 以此而伏众 不是你怎样伏众呢 他是发源的 他发源写这部观经书的时候 发源之后 不是像我们那样 在佛前这部 拜两下回去就没有回事了 不是的 他是每日 念阿弥陀经三遍 三次 接着念佛三万声 每日都是这样的 他写这个观经四叠数 那个习惯也好 他的行词就是这样 所以他晚上 他念完做完 看看他当夜 他晚上 通常就看到 极乐世界的景象 因为他就是 阿弥陀佛霸身 在世上 我们知道 他就能够看到 极乐世界的景象 等于他写这部观经四叠数 他也是 和佛心相应 整天都和 阿弥陀佛感应 就是相连 连通 所以他有说到 每次他看到 西方极乐世界的时候 他看到很多 佛菩萨 在那 有些是坐 有些是站在那 有些是经行 有些是聊天 交谈 有些是沉默 他写得很厉害 他看到的景象就是这样 其实是世界的那些景象 他看得清清楚楚 他看到 从此之后 他每晚都蒙见一位姓曾 之前也说过 教他怎样写 我们总之 可能也是他谦虚 他说是这样的 为何我会写到 这个观经四叠数 写得那么准 那么对 因为姓曾教我写的 那姓曾是谁 大家知道 是的 一定是阿弥陀佛 所以阿弥陀佛 就是这样 通过这样 去指导他写 这部观经四叠数 那换言之 这部观经四叠数 所以他为何这么重要 就是在这里 虽然是通过 你怎样理解到 善途大师 也是一个法师 但是他也是 透过阿弥陀佛去写的 所以他意义就非凡 对不对 那他写完这部 术后 他又发了一个愿 他说 如果这部术 如果是符合 弥陀的本怀 的意愿 又再希望 阿弥陀佛 为他证明 未写之前 他又请诸佛菩萨去加持 写完之后 又要求佛 结果连续三晚 也有佛菩萨 诸佛菩萨 都来放肛 为他证明 对吧 对吧